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超大超重的電池 這個電池原本是拿來給露營車用的 就是如果你要出去露營啊 你沒有電你需要一個超大的電池的話 你就帶這個你就可以插電冰箱啊 或者是甚至是冷氣機都可以 但是我買這顆超大電池主要是拿來拍影片用的 那他盒子裡面有附一大堆銅片跟兩個接頭 那我買這一款電池容量是300AH 300安小時 其實就已經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大概是三度電的概念 三度電就是3000瓦小時 我原本還要買一個更大的電池 但是店家不建議 因為這一顆電池已經30公斤 如果店家說的沒錯的話 30公斤其實搬起來就已經要花一點力氣了 那這邊看起來是一個電源開關 所以現在的電壓是13.3V 那這間做電池它有安排兩個USB 跟兩個點煙孔 反正就是你想要怎麼插它就可以怎麼插 那主要就是這兩個正負極 OK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逆變器 逆變器呢就是可以把這個正負極 直流電把它變成交流電 那交流電容我們就可以插一般的110V的插頭 那我們就來正極插紅色 那我們副極就來插黑色 這樣子比較不會混淆 Holy shit OK 那我們轉過來之後 我們就來開機看看這個逆變器 13.4 13.3V 然後直流轉交流變成110V 那個賣家說這個逆變器可以持續輸出穩定的1800W 1800W你可以用微波爐或者是吹風機耶 沒關係我們先從幾十瓦的東西開始使用 然後慢慢增加變幾百瓦 然後再來幾千瓦 OK 我們先來一個40瓦的電風扇看看 這40瓦的東西根本就對這個電池來說小菜一點 我們再來換一點比較大瓦數的東西 OK 接下來這個攝影燈350瓦左右 我們就插上去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不會掉電壓之類的 這個逆變器上面這個插頭超棒 它是國際插頭 所以你不管什麼樣的插頭都可以插上去 像是我現在是三頭的 我就不用轉接了 我只可以直接插上去 那我們就來開電看看 哇 它風扇聲音超大耶 哇 電池的伏特數降了0.1 0.2左右 哇 這真的超讚耶 這個超猛 嗚呼 好啦 差不多我們就把它關掉 OK 所以我們燈馬上關掉之後 這個逆變器 它就直接把它的風扇關掉 它逆變器還是蠻涼爽的啊 應該300瓦對它 剛剛也是小菜一碟 那下一樣東西就是我們的750瓦的燈 那這個燈非常非常重 我懶得把它搬過來 那我們用GoPro代替幫你們看一下 欸 到底長怎麼樣子 燈就是這麼大一個 哇 根本搬不過來 這一盞燈的插頭是有一點三角形的形狀 那我們也可以輕鬆的把它插上去 準備750的電 來囉 哇 它的電壓又開始掉了 又掉了0.1 0.2 現在是750瓦 燈全亮耶 真的是 超猛 沒差我們就直接來一支 1500瓦的吹風機 給它吹起來看看 它的電壓又掉了 它的電壓 剛剛電池的電壓直接掉一伏特耶 1500瓦直接掉一伏特 超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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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交流電電壓其實還蠻穩定的 都是在110V以上多12V而已 就還蠻穩定的 我覺得還蠻讚的 OK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看 到底怎麼樣幫這一顆超大電池充電 那我們就用夾子接正極負極 然後那我們就來插插頭囉 它這個充電器可以調電流的 然後我們就直接 現在是 000沒有電流 那我們直接開起來 所以現在是 12安培 我們現在已經加到 53.6安培 全速充電 我也不知道這樣要充多久 喔 可以開 它電池電壓其實是13左右 那我們現在電 充電器全開 現在是 53.7安培的高速充電 那它的充電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我待會再自己去慢慢充電 因為這充起來 應該也要個 四五個小時要喔 那像離鐵電池可以充電 它可以用超高安培數來充電 我不知道 其他電池可不可以 應該會爆炸之類的 但離鐵電池 超高安培數充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增加速度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 超大磷酸離鐵電池300AH的 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在這裏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師 我會在這裏有個玩家 請確認一下 請確認一下 我的名字是KaiYiWon 我會見到你下一次 拜拜